环球时报综合报道,由于哨子老龄化日益严重,日本自卫队的人手不足问题逐渐凸显,被认为动摇的日本国防基础。 朝日新闻六日报告称,志愿参军的青年人数难以满足部队需求,海上自卫队尤其成为人手不足的重灾区,漂泊海外且无法上网,让日本年轻人对海上自卫队进而远之。 为此,从今年五月开始,海上自卫队允许舰上官兵用私人手机将邮件发到军舰的服务器,然后再定期向外部发送邮件。 为了解决兵员不足问题,防卫省已于今年十月将自卫官后部升的录取年龄,从二十六岁上调到三十二岁,并上调官兵的退休年龄,延长服役时间。 验出